大家好我是老爹 歡迎收看老爹玩PTCG Yeah 各位觀眾我們今天要來開特別組合 太金屬性心晶 蒼焰刃鬼EX 跟仙子一部EX 這個裡面不只是有太金屬性的蒼焰刃鬼 跟太金屬性的仙子一部而已 裡面還有非常棒的8張新卡 這邊是寫非常棒的8張新卡 加上太金屬性簽子一部跟太金屬性的蒼焰刃鬼 一盒共8張新卡 然後還有8包的樂園騰龍擴充包 加起來16包非常非常棒 所以我說嘛 我們的這個流七雅列車還在行駛當中 還沒有停戰 我們擴充包開不到 是不是應該來開開閃包 這個閃包總該有了吧 每次我們都在這種特別組合開到好卡 EX特別組合每次都能開到好卡 這次應該來一張流七雅了吧 再來一張SR支援者 拜託那千萬一定要是流七雅好不好 好 那麼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兩盒我們新推出的兩張EX的效果好了 好不好 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們的效果 那我們就先從仙子一部開始吧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次外盒包裝 就是我們的仙子一部EX 太金屬性的圖案啦 那中間呢就擺上這次的特點卡案 然後外盒呢上面也有這次內部8張的這個特點卡 非常非常不錯啊 那再來給大家看一下特點卡的效果 8 其實後面就有寫效果了 我們在仙子一部EX 模仿魅惑 哎呦 直接來一個魅惑啦 打160 在下個回合呢 受到這個招式的對手 寶可夢啊 使用招式傷害可以減少100啊 就是下一個對手的回合啊 受到這個招式的寶可夢呢 招式傷害可以減100啊 就是因為他已經被魅惑了嘛對不對 他的天仙石啊 一個水一個墊一個超天仙石 選擇兩隻對手的配張寶可夢 兩隻哦 將那些寶可夢與附加的卡片啊 放回排庫重啟 再上個回合呢 若自己使用天仙石 則無法再使用這個招式 手痠啦 因為太強啦 可以直接把兩隻翻回去耶 狠狠的翻回去啊 一部呢 他的特性啊 提升進化哦 只要這隻寶可夢在戰鬥場上呢 就算在自己的最初回合 也可以進化 就是讓你快速進化的一個概念啊 非常棒哦 我們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次這個 仙子一部EX 接著呢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蒼焰刃鬼EX啦 非常帥耶 他已經屬性心晶的這個蒼焰刃鬼 一樣哦 我們這個帥氣的蒼焰刃鬼 直接就在封面上面哦 看一下效果吧 蒼焰刃鬼EX 深淵至火 30加 增加自己氣排區能量 一張成為20 而且我覺得這個蠻好的效果是 它沒有上限 你有幾張能量你就可以加多少傷害 越多傷害就越高 我覺得沒有上限算是它的一個蠻大的優勢 第二招 200把 然後能量全部丟棄 丟棄也沒關係啊 畢竟我們用第一招 還是可以狠狠的 來做到大傷害攻擊嘛 所以你三個能量丟掉 你反而增加第一招的傷害 我覺得也蠻強的哦 那我們就先來開吧 我們感覺先來開個仙子一部吧 馬上來打開 裡面內容 仙子一部打開 然後 打開 特典卡拿出來 卡包拿出來 啊 劉奇亞拿出來 哦 劉奇亞SR拿出來 哦 拿出來 八包 哦 應該就是在這裡面了 然後 特典卡 先拆好了 先拆特典卡 它一格是給八張特典卡 我覺得也是 算蠻大方的 仙子一部EX 這我覺得真的很強 它的效果 招式真的很強 巨翅飛魚 閃電鳥 瑪麗露 瑪麗露 然後 我們的提升進化的一部 這個一部感覺 用途很廣泛耶 也不只可以用來進化成仙子一部EX 感覺它 其實用途應該蠻廣泛的哦 可以用在其他一部身上也是沒問題的 感覺 有待開發了一張牌 蠻強的 好 那我們接著來開 暢焰刃鬼 來 打開 有囉 下面 割開 好 拿出我們的劉奇亞SR 劉奇亞SR拿出來 好 那我們就準備了16包的卡包 蒼炎刃鬼EX 來看一下特典卡 一樣 這蒼炎刃鬼算是我覺得火屬性應該算蠻強的吧 畢竟它第二招打了百八 然後第一招又可以無限增加傷害 我覺得也算蠻強的 然後九尾 它這一次就是多給火系 六尾 九尾 狂王 然後還有這個花舞鳥跟探小事 象徵鳥 還有雷吉斯奇魯 哇 沒問題吧 各位 那我們這個新的特典卡就介紹完了 接下來準備進入撞頭戲啦 開卡包啦 我們一包包開好不好 18包很少 我們一包包開喔 一包一包刺激 來來來來來 劉奇亞列車 總該在閃包中出現了吧 開了三盒擴充包沒有 劉奇亞的展示 馬上來囉 第一張喔 劉奇亞列車 無限延伸的劉奇亞列車 來吧來吧 應該要開到了啦 龍之密要 應該要開到了SR 劉奇亞好不好 我覺得 通常我們這種閃包的牌組 通常都蠻難買的 畢竟它是很容易開出好卡 所以還是給點希望吧 感覺 這八包總會有張好卡 總會有張好卡 好康的感覺會在這裡面 千香果 哇剩下四包了 剩一半了 開得很快啊 開得很快啊 奇怪啊 怎麼好像怪怪的 應該要來點東西吧 喔喔喔喔 來來來 來一張泰金 來一張泰金 泰金 阿羅拉耶誕樹 可以可以可以 阿羅拉耶誕樹 泰金屬性 星金 我們的阿羅拉耶誕樹 可以啊 那這樣子八包至少有東西啊 還不錯啊 喔還有一張拉蒂亞絲 也不錯啊 你看 我只要開就會有拉蒂亞絲 只要開就會有 我是不是跟它很有緣分啊 小致沒能收服的 不如我來收服吧 對不對 我覺得 我跟拉蒂亞絲算是蠻有緣分的啦 好像沒有SR耶 這個我們的第一盒 第一盒好像沒有SR 前八包沒有 沒有 哇 尷尬囉 沒關係 還有八包 不會這八包什麼都沒有吧 那我很難過耶 難道這是一艘無限列車 不是無限列車吧 不要無限列車啊 不要 還是要停戰啊 還是要到達終點啊 劉奇亞無限列車嗎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我們贏 今天就要到戰 今天就是今天了 今天就應該來到戰 衝浪手 沒有那麼慘的吧 來一張SR吧 欸我們的 我 欸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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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來了 各位各位各位 一定會是美好結局 一定會是美好結局 第三張 杜洛 第三張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欸不是欸我很少 同一張SR資源者開出三張的耶 很少耶 你知道這 你知道我張 我張 你知道 不是耶 你知道一般人在看這部影片 如果你沒有看前幾集 老天爺開箱的話 你不會有那麼大的破壞力 你知道嗎 但你循序漸進的看下來 售錢開 然後 超商兩盒 現在 又開散包 三部影片都出一張 怎麼說才好呢 這個 我覺得我的影片我沒有一支 想要刻意的去做效果 你知道嗎 我覺得做效果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效果自己都會找上來啊 這個效果自己都會找上來啊 不是啊 我已經沒有很刻意在做效果了耶 但是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啊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蛤 拉丁歐斯 OK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我開那麼多包了耶 我熱源騰龍 不是啊 已經第四張SR了耶 出三張杜洛你敢信喔 我不敢信耶 怎麼會這樣啊 這比之前開不到猛雷谷的機率還低吧 之前開不到猛雷谷 我覺得是我運氣不好 但是這你要連續開到三張杜洛 這機率更低吧 哇 閃包確實會給你SR 但是 是給哪一張呢 這個 確定 SPEG喔 不是 是第二張夜戰書 我們這個閃包 16包開出兩張夜戰書 哇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耶 我覺得 我真的沒有刻意要做效果 我也沒有長牌啊 但 為什麼會這樣啊 第三張杜洛 誰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這就是因為我買他的衣服嗎 就只是因為我買他的衣服 然後所以要一直讓我開到嗎 是這樣嗎 不是吧 這邏輯不太對吧 哇 難道我是杜洛本人 怪怪的啊 怎麼叫叫怪怪怪的啊 感覺怪怪的咧 好啦各位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們沒想到我們這次 寶可夢 太金屬性 心晶特別組合 仙子一部EX 跟這個 蒼岩刃鬼EX 16包卡包都開完了 我們的 流氣亞列車 依然沒有停死 依然在無限的往前當中 難道是一台無限列車嗎 也不會吧 怪怪的耶 三張杜洛是什麼意思 沒有人比我更慘吧 如果今天 是三張流氣亞 該有多好 我是不是就爽上天了 但是我沒有 但是我沒有 三張的杜洛 你敢信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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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一個牌組購組BOX 這次的商品 還有一個牌組購組BOX 裡面也有送卡包 我跟你講 大不了沒有而已 就是大不了那一盒沒開到而已 應該不會再開到杜洛吧 我現在比起開到流氣亞 我更不想看到杜洛 你知道嗎 你可以不要給我流氣亞列車 沒關係 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 你不要一直給我杜洛啊 對不對 我覺得我開下一盒 這個牌組購組BOX 裡面的卡包 我可以不要流氣亞 但是我不能要有杜洛 你知道嗎 那感覺 很怪 好不好 好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後來有朋友站在 有任何問題的都會在底下 留言給我分享 好不好 哇 我覺得這個衝擊力是蠻大的 這我蠻傻眼的 我是做錯了什麼嗎 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 為什麼還一直 不是 為什麼 好啦 我們現在影片啦 拜拜